这里的义务室电话 打不出去 来到这里之后 手机就没信号 现在怎么办 你们有谁 听说过这个学校的吗 没有 没听过 一定是我们上错了校车 你们都没看车子的标牌吗 我跟着展一文就上去了 我跟着方祥瑞的 我是最后一个上的 我看见社长上去了 我才上去了 你们别看我 林沫 是你第一个上去的 我以为你看了呢 这个 你们不要在意这么多细节 兄弟们 你们快来这里 看 这个茶杯里的水 还是温的 真的 也就是说 这里刚刚 其实还是有人的 说不定躲在哪里 偷看我们呢 如果真是这样 那还真是恶趣味 不好意思 能出来解释一下吗 喂 你们再不出来 我们就砸东西了 方祥瑞 快把椅子放下来 威胁也不出来 太敬业了吧 要不 我们找找他们吧 别困在这里墙 不 这里我们根本就不熟悉 这样吧 我们收拾一下东西 还回到校门口 等巴士过来 巴士一过来 我们就立刻离开 你们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办法 比较稳妥 虽然心里有些不爽 不过 先离开吧 那就走吧 外面还在下雨 我们先回到船达室那边 师姨 冷吗 还好 有一点点 大概 这里是山上吧 这里门口 完全挡不了雨啊 要是 能进船达室就好了 开喽 孙一航 你什么时候掌握了开锁这个技能呢 门根本没反锁而已 从窗户外面正巧看到了 大家进来吧 桌子上是什么 日记 一九九七 好了 别乱看别人的意思 有什么关系吗 谁让他们恶作剧来着 喂 你们过来看一下 这个 不会是校车发车表吧 周一发车时间 上午九点 好像刚过啊 这不就是我们刚刚来的时候吗 接下来呢 下一班 是什么时候啊 我看看 没有 有了 周一上午九点 对啊 我们都知道了呀 那下一班呢 下一班 就是周一上午九点 也是说 下周一 这也太扯了吧 方秦瑞 你要去哪儿 我去看一下在那上的发车表 怎么会 真的只有周一 真的只有周一九点 方 方秦瑞 啊 洛洛 我们真的回不了家了吗 大家还在等我们 走吧 接下来 我们造访了每一间教室 办公室 冒着热气的温茶 写了一般的板书 干净的桌椅 甚至掉在地上的橡皮 到处都有着活人的气息 但为何我们一个人都找不到 这里的时间 像被静止了一样 而我们 则更像是被扔在荒岛上的遇难者 四中 原本我们应该抵达到中学 但现在我们抵达的 却是到处充满着诡异气息的 以物中学 搜寻无果的我们 最后又回到了学校门口的传达室 都跑边了 到处 都没有发现 哎 几点了 下午三点 这天黑得有点快啊 凤诚瑞 有八十路过吗 我一直守在这儿 很可惜没有 大家 我想 现在确实 要正视一下我们的处境了 未完 待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